我國有幫海地總統摩一世 當地時間七號清晨 在他的私人住宅中 遭到不明分子闖入 遇刺身亡 海地臨時 總統李喬塞德 是已經對外來證實 總統蔡英文是透過英文推文 表示 代表臺灣人民和政府 表達哀悼 外交部則指出 在海地的國人跟僑胞都平安 也會持續密切關注 後續發展 海地代理 總理喬塞德證實 我國有幫海地總統摩一世 遇刺身亡 第一夫人 也在這起襲擊世界中受傷 總統蔡英文七號晚間 以英文在推特發文表示 代表臺灣人民和政府表達哀悼 祝福第一夫人早日康復 並在這個艱難時刻 與盟友海地站在一起 外交部長吳釗燮也致電 海地駐台大使 我國政府質感震驚 外交部長吳釗燮 已經在第一時間代表總統蔡英文 致電給海地的駐台大使潘恩 來表達臺灣政府跟人民最深切的哀悼 跟悲痛 蔡英文六號 才在總統府接見海地 新任大使潘恩 並再次感謝摩一世挺臺發言 外交部則指出 海地近來 治安情勢相當嚴峻 以掌握當地國人 僑胞都平安 根據我們駐海地大使館掌握 在海地的國人跟僑胞都平安 外交部我們會持續密切的注意 海地的政局後續相關發展 並且我們城市的期盼 海地社會能夠早日回復平靜 人民的生活也能夠 儘速地恢復正常 我國與海地建交六十五年 總統蔡英文在二零一八年 曾以隆重軍禮 歡迎摩一世抗力來臺 感謝海地長期支持 臺灣的各項國際參與 摩一世曾在去年聯合國大會 總辯論時 感謝臺灣協助對抗疫情 並要求聯合國接納臺灣 記者正維人 中間綜合報導